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老师 先为我们插上我们的生日蜡烛 来吧 请各位 好 好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来 我们先来 好 好的 稍拾点劲 快乐 祝你前途光明 祝你生日快乐 这边好一点 生日快乐 祝你幸福 祝你幸福 生日快乐 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国好声音十周年的生日庆典 首先为大家介绍 参加咱们今天生日派对的都有谁 首先为各位介绍十年中国好声音的导师 分别是 乃英老师 汪峰老师 李克勤老师 还有李荣浩老师 这四位老师呢 因为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我们就不着重介绍了 接下来欢迎我们十周年新模式下的 我们的各位助教 好 欢迎我们的极客俊逸老师 赵碧晨老师 你好 你好 黄潇云老师 吴墨仇老师 这四位特别的有意义 因为都是从咱们好声音走出来的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当中 成绩都非常的卓著 接下来这两位呢 容许我非常隆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这十年来 每一季他们都在 而且都贡献了巨大的他们的专业 奉献了他们的青春 这么说不合适 他们现在也还青春 事实确实是这样 事实确实是这样 是吧 欢迎我们的音乐总监刘卓老师 非常的腼腆 平时不是这样 平时非常嚣张 非常健带 非常腼腆 接下来欢迎我们的金绍刚老师 金绍总监 其实咱们要说 绍刚老师是真正我们今天参加派对的 唯一一位全程参加了十年号式 一季一集都没落下 真正的元老 咱们先请各位老师 给咱们十周年的中国好声音 送上自己的生日祝福吧 好不好 今年是2021年 是中国好声音第十年 也是我从事 本音响专业的41年 所以说 护照 护照 我热爱这个声音 我更热爱好声音 我想在这里用一句话 表达对我们十年以来 台前幕后的每一个工作人员的一个谢意吧 就是说坚持你的坚持 热爱你的热爱 谢谢大家 说得好 谢谢 谢谢双方老师 那就诺诺老师 好 说把青春奉献给了这个节目 此话不假 确实是 我从三十岁干到了四十岁 陪着好声音走了这十年 其实跟节目组的导演们 像家人一样 包括跟导师们都像家人一样 所以真要祝福的话 希望好声音二十岁的时候 我们还能站在这儿 还能在一起 给好声音过二十岁的时候 谢谢 谢谢双方老师 我其实是从第三季的好声音 然后真正是通过好声音这个节目 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 看到我 然后我觉得感谢所有好声音台前幕后的所有的人 这一路来对我的帮助 以及当我真正走进歌唱行业之后 这些人还都在背后默默地关注着我 支持着我 帮助着我 然后非常感恩 我也希望非常开心在这儿祝好声音十周年生日快乐 希望更多的好声音能够真正地留在大家的心目当中 谢谢毕生 接近的努力也给我们奉解了关于好声音很好的回忆 小云 首先要祝中国好声音十周年生日快乐 然后好声音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 也希望好声音是很多很多人梦想开始的地方 也要感谢中国好声音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感恩 谢谢 谢谢你 两位大师姐 我是十年前好声音最后一位参加好声音的那个极客军衣 然后十年后我再次回来了 再站到这个舞台上还是觉得很感慨 就是我也长大了 很多东西变了 但很多东西其实它没变 很感谢好声音 感谢台前幕后的导演组们 就是我觉得十年这件事太不容易了 减肥都坚持不了十年 好声音坚持了十年 所以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自己给自己鼓励 然后希望好声音能一直这样走下去 有更多的有勇气的同学愿意站上来 好声音越来越好 谢谢 谢谢 摸手 我也是非常的感慨 然后今天在这个现场有全新的导师 也有全新的朋友 然后我还记得当年咱们俩总决赛的时候 也是一场巅峰的对决 然后有马少哥 纳英老师 汪峰老师 让我印象深刻 我们两个就站在八万人的体育场上 手拉着手 一黑一白 那天天气很冷 但是我在那样的舞台上 有的时候就觉得很恍惚 这是真的吗 所以说在这里特别感谢中国好声音 我们这样一个顶级制作的平台 能够坚持十年 还有所有的导师 给我们不断地输出 给我们不断不断地帮助 还有台前幕后所有的兄弟姐妹们 这十年感谢由你们 希望在未来的十年 还能有更多的好声音的同学们 可以来到这个舞台上 继续绽放自己 比我们更牛 比我们更酷 谢谢莫愁 谢谢 确实 刚才跟我们共同回忆了十年那一次 当然有很多很多值得回忆的画面 接下来就请十周年这一季的思维导师了 咱们就按照新加入的顺序先来吧 好吗 客情老师 首先我要感谢所有 让我这一次加入大家这个大家庭的朋友 因为所有你们都是我的前辈 我都是看这个节目长大的 我希望我的加入可以令大家再多一次 然后多一份的力量 去培养更多的好声音出来 希望可以更多更多的朋友 当然包括香港 来自香港的朋友 可以看这个节目 可以喜欢这个节目 谢谢 谢谢 也特别关于李克星老师 期待您这一季的表现 永浩老师 我今年是第三年来到中国好声音 做这个导师 我其实昨天在采访的时候 我跟我们导演说 任何事做十年 真的都很不容易 对 何况是一个节目 算下来可能有上千位歌手 曾经来过我们好声音的后台 然后有那么多优秀的导师 顶尖的导师一起做了十年 我真的很不容易 我非常地荣幸 可以参加这一次好声音十周年的这个舞台 我相信 因为我觉得观众和听众想要听好声 需要好声音 所以我们节目才会一直存在 所以我坚信我们节目一定会有将来的二十年三十年 希望好声音越来越好 谢谢永浩老师 来 王鹏老师 好 十年前好声音是一个给年轻人抚慰希望和梦想的一个全中国人每一个人都在看的好节目 因为好声音是一个圆梦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我也特别高兴的看到今年是第十年 它依然是许许多多人圆梦的地方 希望好声音可以越走越走向我们希望的那个未来 我相信好声音会在我们中国的流行音乐史上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谢谢王鹏老师 谭音老师 我是经历了第一季中国好声音 那一年我是2012年 我44岁 然后今年十年了以后 我突然发现我已经就54个很感慨 这种感慨就是见证了无数个优秀的年轻人 无论是专业的还是平民老百姓的 其实他们都开始在这个舞台上走出去 在整个中国的歌坛形成了中流砥柱 然后这十年当中眼看的中国好声音就是变得这个选择越来越丰富 把音乐的类型扩大到像今天 这种感觉其实也变得就是中国的流行音乐要有自己的独特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觉得期待未来的十年 未来的20年 中国好声音是不可取代的 一个专门输出优秀歌手的一个平台 一个造梦的一个地方 很感慨 今天这种感觉可能是我从心里边想要表达的很多 千言万语都化成希望今年这季十周年 给我们留下最辉煌的一页 谢谢各位 谢谢 来吧 车型的蜡烛还燃着 咱们一起去走吹个蜡烛好吗 好 来 3 2 1 走 生日快乐 谢谢 而历届学员们 虽然不能亲自来到现场参加庆声会 他们也通过采访的形式 表达了十周年中国好声音的舞台 对他们的意义 我爱你中的 我亲爱的面前 我为你流泪 也为你自豪 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一直觉得第一季的好声音之所以给大家留下那么深的一个印象 也是因为大家对音乐的需求堆积到一个节点 以党真正的有影响力专业性够 然后确实是以音乐为出发的 即便说它有一些我们的一些就是这个节目的其他的一些部分 当然我觉得这是节目组成的一部分 不管是故事还是什么东西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那个最锋利的主体第一季好声音还是音乐 我爱你中够 我爱你中够 亲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 也为你自豪 我爱你中够 我爱你中够 亲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 也为你自豪 我爱你中够 我爱你中够 亲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 也为你自豪 我爱你中够 亲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 也为你自豪 我爱你中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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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你流泪 也为你自豪 我爱你中够 亲爱的母亲 我为你流泪 我爱你中够 也为你自豪 我从春天走来 我从春天走来 你在酒店说要分开 男 男的吗 在茶的 男的吗 说好不为你忧伤 不错 但心情怎会无恙 为何会是这样 在我心中深藏着你 我通过 中国好声音 这十年吧 然后一直在努力地去 做原创音乐 为了做原创音乐 提供更好的条件 反正现在所有的 一切都是 我以前想都不敢想 但是今天给了我 如此如此幸福 能够让我感到 如此幸福的 这样的一切 然后我就倍感珍惜 这样 好 听一句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想你说多么有的爱我 当然我认为 其实创作这一块 对话语音乐是非常重要的 提升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如果中国好声音 开通了这个 那就是一种升级 这个升级让我感觉 很开心很振奋 然后我希望有更多的 创作型的歌手 去拿着他自己的好作品 带着自己的好声音 站在这个舞台上 去更多地去绽放 我希望在 中国好声音的舞台 更多地听到原创音乐 到底你会怎么想 哇 好跳 好 好 好 你拼了命啊 做個優秀的人 多會一次假都不堪 我現在夠好嗎 有沒有辜負的人 不負自己不忘感恩 我覺得其實尤其是原創賽道來講 它可能更多的是展示一個原創音樂人 這麼多年對音樂的積累 所以我覺得可能一些臨時的一些東西 不太會發揮特別大的作用 但我覺得有一句話是亘古不變的 就是一定要堅持自己的音樂 堅持自己的初心 然後堅持自己的作品 不要受任何奇怪的外力影響 把自己所準備好的東西發揮到最好 結果不會讓你失望 做個優秀的人 多會一次假都不堪 我覺得中國好聲音是真的 一直非常非常注重音樂質量和音樂性的一個節目 我覺得其實其他的話都沒有 就主要是祝福的話 就是首先希望它能越辦越好 然後一直順順利利地辦下去 然後也感謝中國好聲音這十年來 再給我們這些音樂人們的機會 謝謝 誰許你世界都不堪 我拼命地找我 去找那愛我的人 找到今日 找到日落時分 找到今晚 找到今晚 找到日落時分 有一個昨夜有散尋 有一雁輕鬆 傍晚時分 有一點恍惚 一瞬间清晨 一声抱歉 一眨眼 转身 天上风正在天上飞 地上人儿在地上吹 你无担心你不能飞 你有我的蝴蝶 天上风正在天上飞 地上人儿在地上吹 我无担心我不能飞 我有你的草原 好声音是我从第一季就看的 所以也是算是从观众到参加 去参与这个节目 当选手到现在 算是里面学员的 看到我就是会叫我学姐 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但是这样子转变过来陪着他这么多年 其实心的血也不停地再有 很多年轻人都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到 而我当初也是带着这样子的梦想 希望有这样子的一个舞台 能够让我去追我的梦 所以希望未来有这样子音乐梦的年轻人 甚至各种年龄 它不限制年龄吗 各种年龄层 各种风格 各种各样的歌者 希望他们也可以再通过这个舞台 被发掘 被大家看到 所以希望中国和声音做得越来越好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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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什么世界主角 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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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抱 好不好 最亮的星是我 你看到 我觉得好声音对我来说是一个 在我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舞台吧 因为这也是 算是我歌手生涯的开端 还是非常感恩的 然后也非常怀念当时 大家在一起的那一段回忆 感谢好声音的台 也感谢李健老师 感谢所有人 字幕志愿者 李健健康 FREE To be near you To be FRE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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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醉了 的 心 是 teas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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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麻烦了 不用麻烦了 I'm so easy So easy 你們有幾個 一起到了 Yeah so easy So easy 正義慌我 沒你學我 不要try me 現在靠了 你有咱們的 太crazy 不用麻烦了 不用麻烦了 I'm so easy So easy 你們有幾個 一起到了 Yeah so easy 正義慌我 沒你學我 不要try me 現在靠了 你有咱們的 太crazy 首先很感謝這個節目 能夠 在我 是一顆小小草的時候 發現了我 在當時說唱音樂 還沒有這樣被關注的時候 還只是underground音樂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來到好聲音 當時我真的很緊張 說實話我沒有想到 會有四位導師為我轉身 而且當時他們給了我的音樂 一個特別高的肯定 我還去了鳥巢唱歌 我自己的歌 到今天為止 我都特別感動好聲音 對我們這樣音樂人的支持 我希望這個節目可以 就能夠找到更好的種子 可以發現更多不一樣的音樂人 對 能夠給華語的音樂 我覺得有一些更不一樣的希望 對 不用麻煩了 不用麻煩了 I'm so busy So busy 你沒有這個 It's so easy So easy 所以還我 沒力學我 不要try me 現在靠了 你有咱們的 太crazy 太crazy 不用麻煩了 不用麻煩了 I'm so busy So easy 你沒有這個 一直到 It's so easy So easy 所以還我 沒力學我 不要try me 現在靠了 你有咱們的 太crazy Baby 想要的沙漠 只屬於我自己 我想要 每時每刻 活得有意義 我想要決定 全職在我的手裡 一秒都會 下一秒裡 六幾 不用麻煩了 不用麻煩了 I'm so easy So easy 你沒有這個 It's so easy So easy 曾經晃我 沒力學我 不要try me 現在靠了 你有咱們的 太crazy 太crazy 不用麻煩了 不用麻煩了 I'm so easy So easy 你沒有這個 一起到來 Yes so easy 曾經晃我 沒力學我 不要try me 現在靠了 你有咱們的 太cra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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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記得 最美的楓葉 落在溃貝殼 笑聲地對我說 站在左側 陪我慢慢度過 我想你還愛我 現實的生活 讓我更難過 我以為你懂得 原來只是附和 說感情會褪色 2020年對於我們 一起去參加 好聲音的節目 然後能有幸 能遇到林皓老師 其實對我們 來說成長是很大的 我們是我們一個 新的一個起點 就覺得好聲音 會慢慢變成一個 更加豐富的一個舞台吧 因為它能讓 我們這些樂手 都能上台展示自己 我覺得 這是一個特別好的 一個節目 如果有一把吉他 能彈出心裡的話 想法 一定會彈給你呀 總算是找到機會 向你表達 都是浪漫的想法 心情也變得複雜 散落得密密麻麻 那愛的身影在期望後 卻不回答 都已經耗盡我所有的牽掛 原來自己很害怕 才不肯主動表達 我想2020年夏天 帶給我的感覺就是 我所想要的一切 全部都蜂擁而至的那種感覺 就我想要去 有一個舞台證明自己 然後有好的老師 然後各種各樣的東西 全都在那段時間內向我湧來 對 就有一種很大的衝擊力 我現在回想來說 請你給我一滴累的時間 聽你形容 它很吸引的臉 那些快樂的夢 都變醜了 你看不見 我只要你一滴累的時間 能不能夠坐在你右邊 能不能夠坐在你右邊 反正等你痛彻心扉後 不要說再見 就請你給我一滴累的時間 聽你一滴累的時間 聽你形容 它很吸引的臉 那些快樂的夢 都變醜了 你看不見嗎 我只要你一滴累的時間 我只要你一滴累的時間 能不能夠坐在你右邊 反正等你痛彻心扉後 不要說再見 反正等你痛彻心扉後 換一片晴天 3 2 1 驚喜生日快樂 天生日快樂 第十句開始了 往上 跑了 鮮弱鮮鮮鮮鮮鮮鮮蛋糕 特別的棒 你好厲害 SING A MAIGA